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距离开票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一处投票所外面 那么在这个选区里面这一次总共是有高达9名的候选人来登记参选 是东京都里面最多而且竞争相当激烈的 那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了 有不少民众是纷纷把握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投票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民众们几乎口径一致都认为这次选战的重点是自民党的政治与金钱问题 在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的丑闻爆发后 自民党内相关议员被以党纪处分 以这个选区东京一区来看 代表自民党的山田美术也因为涉及政治现金问题 无法被列入不分区的比例代表 而对手立宪民主党的海江田万里 则是担任过金产大臣的资深议员 双方选情陷入拉锯 另外像是前安倍派的大咖议员 前金产大臣秋生田光一 西村康仁夏村博文等人 都因为政治现金问题没有获得自民党的提名 而是以无政党推荐的方式参选陷入苦战 日前又爆出党中央拨款2000万日元的补助 等于让这些议员选情雪上加霜 最后结果这些候选人会不会被选民以选票来处罚 是这次选战中的最大焦点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 截至日本时间下午4点 全国当日平均投票率为24.32% 比上一次下滑2.46个百分点 整场选举的大致结果 预计最快在28日凌晨就会出炉 欢迎新闻 17号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新闻